我真的有些时候真的好累 我真的好累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八八六十四 又来到星期一了 我是小玉 那今天不是在精华的那个 刚刚两点多钟的时候 就跟大家说了 今天有很多欧巴要出现吗 那每一次只要说到欧巴 大家都会为之疯狂 甚至可能整个月储蓄的钱 都要拿去买票 然后希望可以跟欧巴见面 如果可以上台抱抱还是握手 那自然就最好了 那很多时候当然我们很崇拜欧巴 可是他们的内心世界 他们的心底化 我们更是希望可以知道的 就像王嘉尔他办了一个生日会 那他竟然在自己的生日会哭了 让粉丝们都很心疼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王嘉尔 他就是之前一直有上很多的综艺节目 韩国的综艺节目 还是中国的综艺节目 都会找他来当嘉宾的 自然很多人就觉得说 王嘉尔 你是综艺咖 这样子的一个形象 被灌在一个 GOT7的一个偶像 这么帅气的一个男生的身上 这样子他的心情原来是很糟糕的 因为28号就是他25岁的生日了 所以23号的时候 就在北京办了一个生日会 那一向以来 他的个性是比较搞笑 然后这样子的一个搞笑的形象 似乎被定型了 所以这一个综艺咖的这个 是一个包袱 因为很多人有的人喜欢 有的人不喜欢 对王嘉尔来说 他很多时候在台上都会戴帽子 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就是他希望别人不会认出他 因为他怕别人看到他在舞台上的时候 就会放大他综艺咖的这个形象 就会说 那个就是综艺咖了 这样子他就会觉得说很不舒服 所以他才经常戴着帽子 就是要隐藏这个身份了 那当然他在生日会的时候 说起来也忍不住哭了 大家也实在是太心疼 那当然我们要告诉他 你真的不是综艺咖了 只是你带给大家欢乐 然后你的一个形象 你的音乐和舞台 大家都会关注的 马上送给你 王嘉尔 我还有一个就是没有告诉过人家 也许一少部分会知道 你知道为什么我一直一开始 现在也好 一直为什么一直戴帽子吗 对有一段时间 我看你经常出来表演就要戴着帽子 是因为我自己 我想支撑自己的脸 明白 你想支撑 因为我的脸人家一看我就知道 就是他不是那个综艺咖吗 就是你明白吗 我想支撑自己 你看我的音乐 你看我的舞台 所以我 我真的有些时候真的好累 我真的好累 那有一直追看 崔宇BB Instagram的朋友 都看到他post了一张很水的照片 然后大家在想 是崔宇BB的生日吗 不是啦 那是崔宇BB的 只不过呢 两个人很甜蜜 他就觉得说以后老公的生日 也是他的生日 哇 崔宇BB的生日 然后就可以看到 那个崔宇BB的照片 崔宇BB就从后面抱住崔宇BB的 然后大家还以为呢 是崔宇BB的生日啦 那近期呢 香港媒体那边就有传闻了 就有说呢 崔宇BB好像是怀孕了 而且呢 怀孕了两个月喔 那也因为这样子呢 好像剧组那边已经知道了 所以呢 凡是一些比较大动作的 然后比较重任 都没有交给崔宇BB来处理 就由其他人来完成这个部分 因为大家都怀孕了他 除了这个之外呢 也有传闻说 修正南呢 就跟身边的朋友说 我好兴奋喔 因为我第一次当爸爸 然后那个心情呢 是难以言喻的 那当然呢 我觉得呢 这样子呢 是非常棒的啦 因为大家都很期待说 他们呢 就是可以赶快地有宝宝啦 只不过呢 还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喔 就是呢 媒体像崔宇BB 还有像萧正南求证啦 他们说 不 假的 是假的 不是真的这么一回事 是没有宝宝的 萧正南说 如果有宝宝的话 应该也是我跟丑文林的宝宝 因为最近呢 黄翠如很忙 忙着拍剧嘛 所以根本没有时间跟我见面 反而我跟丑文林 阿琳 经常见面 那如果要怀孕的话 应该是阿琳会怀孕 非常的搞笑 好 那不晓得啦 会不会萧正南 每一天都跟崔宇BB说 萨亚琴达巴达姆 很甜 对不对 因为每一次看他们的一个照片 放闪的照片 就会觉得说 哇 感情是这么美好的一回事 那为什么我会说 萨亚琴达巴达姆呢 有一位老板呢 他可以在一个见面会 连续说这一句 而且一说就说超过了十次 他是谁呢 他当然就是我们都很欣赏的 男祝贺 好 他就有一个见面会 就是跟所有的朋友们见面 那他还上台跟大家来对戏 然后搞得非常的可爱 而且我最喜欢的就是 他的言语之间总是非常的可爱 当台下的粉丝都在尖叫的时候 他也会说 我是做梦 不会梦到你的 所以他是不理会他的 那当然这些都是比较小孩子的话语 非常的有趣 而且他有请粉丝就上台 那当然他也是非常的激动 就粉丝了 一看到男祝贺的时候 就忍不住了很激动 激动到哭 那Opa当然也是非常贴心的 就安慰粉丝说你不要哭 然后跟大家现场玩了很多的游戏 然后也分享了很多自己的心底话 所以我觉得见面会总是最棒的 因为就是可以跟偶像Opa 来个近距离的一个接触 而且还可以就是更了解他的内心世界 到底他在想些什么的 OK 那说到了男祝贺 其实他就是有来这边 就是办那个见面会 而且他紧接下来会接拍Netflix的影集 叫做保健老师安恩英的 那非常的期待 到时他的一个好作品的出现 我们一起来就是来支持男祝贺吧 好 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有的是另外一位Opa 前韩国男团 One One出生的雍胜佑 早前以个人的姿态 来马举办粉丝见面会 上周五就率先的 与媒体朋友们见面了 胜佑一出场便礼貌的鞠躬 向现场的媒体朋友打招呼 可爱的笑容啊 直接俘虏了现场许多媒体的心 来到了隔天的粉丝见面会 现场看到了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粉丝 前来支持他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 Dang Puan的情况吧 我是来自香港 Dang Puan的印度尼西亚 We are from Puketania I am come from Thailand 是因为我们由producer1的时候 已经开始追他啦 跟着就一路看着他出道到现在 I love him because Him Ong Seng Wu is Ong Seng Wu Yong Seng Yu一出场 就以舞蹈拉开序幕 现场的尖叫声连绵不断 演唱会结束后 圣佑Opa在现场与主持人聊天 到底主持人问了什么问题 惹到所有的粉丝们啊 更加用力的在尖叫 所以我们可能一天可以带你去吃一起 好吗 最后粉丝们有什么话 想要对Opa说呢 Opa 我爱你 All the best Ong Seng Wu I love you I hope he still healthy and happy and I hope he never forget his friends Ong Seng Wu 努力 你正在收看的是全马唯一 现场直播的中文娱乐新闻节目 8864 大家好 我是徐郭秀玉 欢迎回来8864 那上一次不是有跟大家分享过一则新闻吗 就是女神Lady Gaga分手了 跟她的未婚夫Christian Carreno分手了 那时候呢我们都很替女神啊 觉得说很心疼很伤心 希望呢她赶快呢可以遇到新的恋情啊 遇到一个呢可以好好对待她的男人 不过近期呢 这一个男人好像出现了 没错就好像你看到我身后的这一位 有没有很眼熟 她就是呢这个鹰眼啊 Hawk Eye啊 Avengers里面的这个男主角啦 男生啦 就是Jeremy Rainer 哇 我觉得男女呢真的还挺配的 男生呢就很帅气啊 而女生呢也是非常的漂亮 有才华啦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传闻呢 你知道吗 在美国周刊那边呢 他就有报导说呢 就是Jeremy Rainer呢 还有Lady Gaga呢 他们的关系呢是处在 正在友谊要交往的一个过程当中的 哇 我觉得报导很厉害 人家友谊要交往当中 他们也知道 OK 我想呢 他们应该是从那一些地方 找到蛛丝马迹吧 OK 为什么呢 因为之前有一个粉丝 他就是有在网上就有放说 Lady Gaga呢 还有出席这个洛杉矶的 Black Rabbit Rose聚会 对 那时候呢就有上台 然后就有现唱了一场洛杉矶 非常即兴的 而且呢 还有把这个视频 拍了放上网的 那时候呢 有听到那一把男生的声音 所以这样子呢 大家就觉得说 这两个人好像关系很好 应该可以交往了 关系非常的密切 那当然呢 如果这两个人交往的话 也是没有问题 好像Lady Gaga呢 就早期已经跟未婚夫那一边 是分手了嘛 至于这个 Avengers的Hawk Eye呢 她有一位前妻 可是已经是过去世了 现在呢 她有一个女儿 女儿呢 六岁大 叫Eva的 那如果呢 这两个人可以结合 在一起谈恋爱 那我想呢 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喜讯 我们祝福她的 OK 那我想呢 有一个更大的喜讯了 对于呢 黄明志来说应该是睡不着吧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呢 都有自己的偶像 对不对 也期待说有一天可以见面 甚至如果你是歌手的话呢 当然是希望说 可以跟小时儿时的偶像 一起来唱歌 一起来飙高音 OK 那黄明志就做到了 她找来了她小时候的偶像 有的就是动力火车 那我们都知道了 动力火车他们的这个 摇滚的一个魅力 在舞台上的这个爆发点呢 是超强的 所以呢 这一次呢 就找来他们呢 合作这一首呢 《怎么办》 OK 那这首歌呢 非常棒 因为呢 黄明志有说了 就是呢 有合音的编排这些呢 都是为着动力火车 量身打造的 而且呢 黄明志有说 这个歌词有一点歪歪的 他没有想到 动力火车呢 竟然一口就答应了 而且也完全没有说 要改歌词什么的 那非常的爽快 看来呢 动力火车 也是非常欣赏黄明志的 那黄明志有说了 他小时候呢 就特意地来到吉隆坡 为的呢 就是跟爸爸 一起来看动力火车 然后就挤到最前排去 差一点呢 就被别人打了 可以说呢 动力火车 对他们的魅力来说 是有多大 那当然呢 他说啊 动力火车是他的青春 是他的热血 也是呢 他跟他爸爸之间 一个沟通的一个桥梁 感情之间的一个回忆哦 那这首歌呢 我想呢 果然会带给大家 满满的回忆 我们现在呢 一起来看一下 这一首 动力火车 vs黄明志的歌曲 干嘛 这里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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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3 你说说看 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人 会觉得说自己是完美的呢 应该有吧 应该是集村包庞这样子 那当然我觉得有自信是好的 只不过真的有人可能是完美吗 王力宏 每次我觉得他是完美的代表 当然也有很多艺人 大明星 政治人物也是完美的代表 可是很多时候 完美中又带一点不完美 那也是挺不错的 那近期Alicia就办了一场音乐会 叫做我不完美 因为她觉得说 很少有每一个人都是非常完美的 那这一次她重新出发 你看她剪了非常短的一个boy cut 甚至让媒体朋友误会她的性取向了 那当然啦 她是一个大辣辣的女生 她有说我是喜欢男孩的 那刚刚我就有问她 因为我私底下就有讯息她问她 你为什么不要谈恋爱 她就说还没有遇到 她喜欢好像离光树这样子的男生 好 我就跟她说 你要主动积极一点去争取 那当然全新的一个发型 也代表着她的音乐 其实也是非常有个性的 那接下来她也会有突破性的发展 这时候马上带你进入 我不完美的音乐会 哈啰 各位8864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好 我是Alicia 刚刚结束了我的第二张EP的音乐会 其实我不完美的 这张专辑我想告诉大家的就是 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完美的 我们要如何去接受这个不完美 然后把自己变得更加完美 所以在这张专辑里面 我会比较像我自己 就是比较想要帮人家发声 因为这个就是我 筹备专辑的时候 其实趣事其实没有 其实我觉得有一些比较糟糕的事情发生 就是因为我的第三支MV 就是刚才大家 我们有全马首播的那个MV 就是遇到了一个坏的摄影师 然后导致我们的MV要重拍 然后专辑的照片全部要重拍 所以就是拖了这么久才发行 就是因为中间出了这个状况 其实我觉得 我不完美的地方其实蛮多的 就可能性格上 就是你们看不到的可能就是性格上 如果你们看到的 可能就是身材 可能还不够纤细之类的 所以这MV的拍摄 其实是由我们就是一个导演 他的想法 但是我们有跟他沟通过说 我想走比较帅气的路线 所以他就把它设计了一下 然后公司通过决定了 我们就用他的方案 请大家多多支持 我不完美这张专辑 因为我们这个专辑里面 有很多很厉害 很棒的音乐人 来帮我制作歌曲 所以你们不买会走宝哦 也唱在嘴里面 有一只字路 我提前辈 梦境谁的识悲 坦白有得 你满意识味 那边心里又回 你唱在嘴里面 梦境山道里 说云还空 却你承诺跟随 不停的车 你我的胃 容易超越世界 最热娱乐焦点 最新一人动态 全都在8864 大家好 我是Joy思叶曹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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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L vegetables You got what the world needs And it's time you see That there's only one Dream, see, write, live your story Dream big and live your story 我只是看那个画面 就很想走入迪士尼的世界了 因为之前就拜访迪士尼乐园的时候 每一次就有到他们的小剧院那边 看这些舞台剧 可是那属于比较小型的 可是这一次你不用飞到国外去 你也可以欣赏到 因为8864要送你入场券 好 那这一个迪士尼乐园 表演的《Mickey's Super Celebration》 会是在4月5号到4月7号地点 是在马拉瓦迪印度楼莎阿兰的 那8864我们会送出 4月5号的迪士尼乐园舞台剧入场券 那除了这个大人的入场券 我们也会送出就是4岁到10岁 小朋友的乘车通行证的 那记得如果你电邮进来说你想要获得的话 你也要额外注明你有小朋友 你也想要获得这个4岁到10岁的乘车通行证 那如果你被选中的话 我们也会把这个小朋友的通行证送给你的 那我觉得这非常地棒 因为来到了现在 今年迪士尼就是已经是90周年了 所以很多的这个大人物全部都已经出现在这一边了 所以那当然我觉得说非常棒的是 大家可以让你们所有最经典的这个卡通人物 都重现在你眼前 那我们的这一个票是今天要送吗 所以说我就要问大家一道非常简单的问题了 那你最喜欢的迪士尼的卡通人物 说出三个 三个你最爱的 超多了对不对 那说出三个告诉我们为什么你喜欢他 然后连同你的个人资料电邮进来 a1-news-atv.com.ny 让我们就会把这个入场券送给你了 那迪士尼的这一些经典人物 不用我说了 你上网都知道了 小时候都知道了 好吗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的 有的是1FM 1FM要送你高富帅 真是的 有没有那么棒 好 那们很快就会上了我们8864 那到时候也会拨打这个热线 把这个价值7万 没有看错 高达7万令吉的车子要送出去 所以你留意8864 4月3号他们就会上来当嘉宾了 那其实这一次他们就是 从现在开始来一直到4月26号 就有这个1FM Crazy Rich One高富帅 要送大家现金奖 还有送你车子 那只要每次留意他们的 一个播出的一些提示 然后可能他们问的一个问题 然后拨打电话进去 当然你也可以上到他们的网站 Instagram 或者是Facebook 来知道更多关于这个高富帅的好康 好 那节目的尾声 要送给大家MV 有的是831的外婆的告别式 我也要跟你告别 拜 好 谢谢 小巨蛋欠你心情 放下一切 坚持要去见你 十年拼到了这里 却少了你 像遗憾的神灵 还想再陪你打败 陪你追去 陪你再谈谈心 眼角不珍奇的泪 是否因为太多的不甘心 我一天一天想你的便 难思念的月 哪会说话出嘴 为众爱的这一片天 甘我哪里离开 最流浪的情 想你做最较强的料理 此刻我不再调识挑剔 想你投算你用钱给我 就算心里灰难为情 想你替我更浪漫求情 想像是每次做错事情 想你想说一句 我爱你这才不会只放心底 站上巨蛋的我 是否已经真正证明自己 掌声多狂献了你 却少了你 给我一句 我的优优独 知道我 对你 我感到不及你 停